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14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中共的高官 接連出事 之前的秦綱 超超的被人換了下來 然後 看到歐盟 已經 出了聲 他們的秦綱 他們的外長怎樣 不僅如此 最近 傳出國防部長李尚福也出了事 美國駐日本大使 公開在社交媒體上 調戲中共 關注李尚福的下落 專家表示 很大機會 李尚福其實真的倒台 已經被帶走調查 李尚福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是8月29日 他在北京出席第三屆中非和平安全論壇 全體會議 之後 就沒有活動了 在Twitter上面 一位獨立評論人蔡慎坤 就在Twitter發文 他說有一則未經證實的消息 因為現在外面大部分都是根據蔡慎坤的說法 今年新上任的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因為涉嫌貪腐和嚴重遺紀被查 這個是過去十幾年 對黨政軍大員的清洗 罪名都包括貪腐和嚴重遺紀 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話 即是說新班子的 副國級外長 陳剛 消失了 又一個副國級出事 這個是 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以及國防部長那麼重要的職位 接連出事 那麼中共 大家想一想 究竟發生了甚麼呢 美國駐日本大使 美國駐日本大使 也在 Twitter 關注李尚福 究竟在哪裏呢 習近平的內閣陣容 就好像阿加薩克里斯蒂小說裏面的無人生還 先是外交部長秦剛 然後是火箭軍司令 現在竟然輪到國防部長李尚福 他還以中國 青年失業率高漲的問題 嘲弄中共官場內鬥 誰將贏得這場失業競賽 是中國的年青人 還是習近平的內閣呢 即是說習近平的內閣很突然失業 由秦剛線 然後是火箭軍 然後是國防部長 究竟還有甚麼人會失業呢 習近平一手提拔的外長秦剛 失蹤了整個多月之後 7月被免職 官方沒有任何原因公佈 而習近平 最信任最親自提拔的火箭軍也遭到幾乎大清洗 司令李玉超和政委都被撤換 現在 軍隊的裝備部也受到牽連 很多高官涉及貪腐問題被查 裝備部 很明顯就是要採購的 這個是 解放軍裏面游泳最多的位置 裏面的是最賺錢的 今年7月 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發佈一個 關於徵集全軍裝備採購招標評審專家遺紀 違規線索的公告 中共的 全部文字沒有標點符號 幾十個字 他說要徵集 由2017年10月以來 所有採購違規的紀錄問題 要追查範圍包括 操守缺失 拉幫劫派 以權謀私 涉密和監管缺失等 這些嚴重的罪行 李尚福 一直都是 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的部長 他 其實 是張又俠的的系 是張又俠扶持他 坐這個位 當然 現在搞得李尚福 是不是要搞他的老闆張又俠呢 其實這個傳言也是沈囂塵尚 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魏京生 也在Twitter評論 他說 外面全李尚福被查 其實不理真假 都說得了內鬥不止 誰都沒有免死金牌 沒有單書鐵犬 搞得李尚福 會不會搞張又俠呢 中國問題專家 橫河 分析了 李尚福被查的可能性是有的 第一個原因是他跟火箭軍有聯繫 雖然他不是火箭軍出身 但是一直 裝備部 當然火箭軍有聯繫 採購 一定跟裝備部很有關係 這個 16年2月 中共國防科工委 組織召開有關長征5號運載火箭工程 探閱工程的會議 當時李尚福是以戰略支援部的副司令兼參謀長 工程副總指揮身份參加 同年李尚福升中將軍銜 2020年10月 李尚福在中共二十大當選中央委員 今年3月當選國防部長 李尚福當選國防部長實際上 就是張又俠的提攜結果 現在 大家想一想 如果真是搞理上福 實際上下一個可能就輪到張又俠 究竟 習近平跟張又俠 大戰 會不會搞得怎樣 張又俠 是什麼水 大家要想清楚 因為 即時有人 想起一句推背圖四十目像 有一軍人 新大功 指援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裡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帝宮 公是什麼 就是張 張就是一把長公 所以 張又俠 就是習近平 這個白頭翁 黑勝 白頭翁是什麼意思 習近平 就是 一個上面閘 下面一個白 實際上是白羽 頭白是否意思呢 習近平 翁字就是一個公 下面一個魚 白頭翁 是否代表習近平呢 很多語言 實際上大家是各自解讀 各自這個對號入座 究竟張又俠跟習近平 是不是會 動手呢 這個 現在也沒有辦法去評論 不單止 李尚福失蹤 還有一個 就是 又多一個外交部長 就是新任 翻閹做外長的王毅也出事 因為 王毅 這次是無故缺席了 G20峰會 正常來說外長應該陪同總理李強 去出席這個G20峰會 結果G20峰會不見王毅 現在消息在傳 王毅在這次南非的金磚國家峰會的時候懶惰了 令到習近平 很冒免 因為以往秦光服侍得他很妥貼 每一走一步 就算起音樂也計算正確 甚至乎預先彩排 但是這次 你弄得我那麼狼狽不堪 你要負最大的責任 習近平 怪罪王毅 也因為 其實 當時 王毅 從中作 動員 外交部的人就鬥倒 秦國 既然我的人鬥倒 現在你弄得我那麼難看 我是不是要動你 習近平據說 經過南非這件事出了醜之後 怪罪王毅 現在要他在家 閉門司過 社檢討 中共更加傳出 外交部長在家檢討怎麼辦 現在找回再上一個外長李兆星出來 主持大局 現在 外交部亂成一糟 意思就是無人指揮 無人駕駛 外長 已經倒台了 然後換上一任外長出來做 那些上一任外長也搞不del 做得不好 惹得那麼糟糕 惹得習近平出錯事 所以呢 習近平就怪罪了這個人 支持秦江服侍得我很妥貼的樣樣東西 沒有一樣要我粗心的 你這傢伙的 搞到我 很沒面子 所以 現在他 不會殺這個王毅 畢竟 這個王毅也是一個老神 但是又不可以不懲罰他 所以現在罰他閉門私過 這個就是外面這樣傳 那麼王毅會不會倒台呢 暫時不知道 因為原定 他要出席 聯合國大會 現在沒有份了 為什麼呢 《華爾街日報》 最新的報導 王毅會缺席在9月19日開始的聯合國大會 現在中共就派了國家副主席韓正 代替王毅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李兆昇太老了 李兆昇今年83歲了 他只能夠在 大陸或者北京幫忙主持外交部的工作 而韓正 相對的樣子 比較溫和一點 沒有那麼的戰狼 所以 由他出去 幫忙 你搞搞他 習近平本身計劃11月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Q峰會 這個峰會 本身 就說要請李家超 結果美國說不發簽證給李家超 其實我覺得這個趙發到時候拉他 令到中共更加沒面子 令到李家超一贏就白髮 甚至會頭髮掉了 有這個可能 習近平 這次 的部署會不會看到 或者會不會在11月去美國呢 現在他就 這個國家副主席的韓正 去美國那裏 說一些好說話啦 那麼久以來都任人如玉 江澤民在這裏的時候 他就拆江澤民 到了習近平上來 習近平當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 韓正就是市長 實際上 他是under習近平的 你的老領導來了 你現在幫忙 開出血路 美國你去說一下 認一下壞子 認一下低威 讓習近平在11月 出席會議 大家再開會 就不要那麼噁心了 是不是這樣呢 我覺得現在似 中共是開始復原 因為 你無人可用 國防部長你又搞 外長 搞完一個又一個 上一任調回來又被你搞 現在 前一任 不斷把這個位置 交給上一代 大家有沒有聽過 除了有聽我 很久之前說歷史 就說八王之亂 真是把這個國家的未來交給上一代 當時 這個叫做司馬倫 其實司馬倫是甚麼人呢 他是司馬嚴 的叔叔 原來他是 當時 八王之亂就那些宗室互相供佛 最終 誰贏了呢 司馬倫贏了 原來他的身份 已經是當今皇帝的叔公 還是在上 因為 當時的晉朝已經傳到三代之後 他之前 實際上司馬倫就是司馬嚴的叔叔 司馬斯的弟弟 他是司馬爾的兒子 好像是 地狗的兒子 你想想 存了幾代之後 你竟然 逼他退位 皇帝逼皇帝退位 把皇位交給叔公 你想想 是不是很好笑呢 如果中共現在搞到這樣 是不是好像八王之亂那麽亂呢 我想差不多了 又或者 好像八王之亂那麽亂那麽亂呢 竟然要把他 這個位置交給上兩代 秦剛沒有了 交給上任的外長 王毅 王毅現在出了事 要再交給再前任的外長李兆昇 你說出來是不是真的笑大人的口呢 即是說 如果真的美國出事 他現在交給上任總統 交給誰呀 誰還沒死就交給誰呀 不如是克林頓 說出來真的是笑大人的口 現在 中共亂成一團 究竟 他們還有沒有機會打台灣呢 還有沒有能力打台灣呢 為你自己亂了 還打甚麼呢 派這個 韓正出去 已經是很明顯 是一個復軟態度 可能呢 之前一直吹噓要動手 我覺得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 你自己的內政也搞不定 你還打算打仗 笑死人 所以拜登也被囂張他 拜登在越南 也公開地囂張習近平 哎呀 現在經濟搞得那麼差 他很麻煩啊 不斷 就嫌疑調棄習近平 拜登 你說他精神 或者叫做 老人痴呆也好 在 串習近平的範疇上面 他也保持清醒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看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 不是說甚麼 來不見了 我們老闆 多謝 感谢观看